我们不能够毁言 在这样一个经济大衰退的时代 我们下一代的年轻人 他们真的是会被牺牲的 他们的机会是跟过去台湾最繁荣 或者全球经济在扩张的时刻完全不一样 这些年轻人必须对自己做出更多的准备 这些年轻人必须面对 比他的父母亲那一辈更残酷的现实 如果以台湾的例子来说 或许我们的祖父祖母 或者现在一百岁 九十几岁那一辈的人 他们历经的时代 远比现在苦的太多 但是年轻的孩子们 你们成长的时刻 是台湾最繁荣的时刻 你们在慢慢长成的过程 是世界经济最扩张的过程 你们绝对没有想到 当你们长成到二十多岁的时候 习来的金融海啸 卷起了你的人生 然后很痛苦的 把你摔落在悬崖旁边 可是你还活着 你仍然还有梦 我们一下制作失落的一代 向所有失落的年轻人致敬 也看着他们的故事 疼惜他们 给他们更多的鼓励 今天的文献事业周报 因为我们过去这段时间里头 分别在英国 爱尔兰 美国 纽约跟洛杉矶 另外在欧洲的部分 我们特别除了爱尔兰 英国之外 也去到了西班牙 到了德国 到了法国 以及最痛苦的希腊 我们从全世界每一个角落 文献事业周报 跟中天电视台 完全不在乎成本的支出 因为我们了解 世界正在发生的痛苦 一点一滴地告诉所有的年轻人 你并不孤单 请一起奋战 接下来我们先看 属于英国跟美国 失落一带的故事 占领运动的旗子 都被拉下来了 在华尔街的 伦敦的 西雅图的 那曾经为着公益 和他们的国家 卖力叫喊过的 一群年轻人 善望的人 都把他们忘记了 年轻人们 过得还好吗 英国圣保罗大教堂 敌抗议者口中的恶魔 伦敦证交所 只有一街之隔 这里成为群众抗议 企业贪婪的根据地 早晨 地温六度 很难想象 上百个帐篷内的 抗议群众 昨晚怎么度过的 帐篷区的起点 是一幅绿色的大布条 Capitalism is crisis 资本主义是场灾难 粉红色的愤怒 跳动在阳光下 We are here for health and safety The NHS cuts are threatening cuts for health Dan今年22岁 刚从博明罕大学的建筑系毕业 却只能找到卖冰淇淋的工作 What job do you are doing in this event? I sell ice cream I ice cream I ice cream, yeah Is there a job you feel happy about? I not particularly I want something either art space or within architecture But it's just purely to get some money And sort of pay off some overdrafts really For the time being A lot of friends there That couldn't find even just any old job in a shop Or in a supermarket They're sort of struggling there 英国25岁以下的年轻人 超过两成找不到工作 这样的数字是历史新高 像Dan说的 没有很满意 但至少感恩 Do you want to go underneath? It's safe Maybe easier This is the 10th It's not much of a home A sleeping bag Some clothes as many layers as possible A bit of food And a couple of books Do you sleep well last night? Not too bad considering the constant noise And sort of lying on the concrete really But it's okay 第一次人生的露宿街头 全为了梦想的起点 Me personally I feel like I can fulfill my dreams What's your dream? Pursuing goals of personal growth Fight or just ignore the goals at which society tries to imprint on On the population as a whole As a consumer We'll address and we'll address tomorrow To be here with us 年轻人才22岁 就觉得无法实现梦想 可能是太早了 我們不是乐观 是人生里難走的路 还有更长 我们是先认识Jacqueline的文字的 她部落格里的文章感动了我们 I'm a soon-to-be NBA with an empty pantry 跟Jacqueline约在华尔街碰面 她是平面设计师 领着比最低工资高许多的薪水 还有两个月就NBA毕业 从不刷卡 不买股票 日子 还是难过的难以相信 我们可能都没想过 Jacqueline穷乏地忍着肚子饿 把家里的罐头和意大利面退回去 只为了换来两包卫生纸 和脚垫费 肚子饿不是Jacqueline 参加占领华尔街的原因 她难过的是 这块土地上的公平和工艺 消失了 我们的黑衣是荒放回市 他们本身统奏 Jocelyn说他们都很努力地活着 租不起纽约的房子 就搬到纽约西一套小公寓 Jocelyn这样形容 她的薪水和姐姐17年前进社会一样 租金可怕地长了一倍 面积可怜的只有四分之一 国家的富裕和进步 是在富人的口袋里 还是在我们的梦里 在你或我的国家的土地上 还会再看到这些年轻人吗 挨着大雪和大雨 明明知道不讨人家欢喜 还是大力为这公益呼喊 谢谢你们 勇敢的年轻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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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